在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中,李卫是唯一一个一出场就带有背景音乐的角色,他仿佛是小人物逆袭中的绝佳存在。 在剧中,李卫经历了多个精彩场景,其中一个引人关注的是他率兵硬往考场闯的情节。 李卫是如何敢于不经过雍正批准,直接包围搜查考场的呢? 作为雍正的加身奴才,李卫被视为雍正亲信之一,因此他为何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行动,不担心雍正的责备吗? 如果你这样认为,那只能说明你依然低估了李卫的精明才智,他擅自进行考场搜查,不是因为胆量大,信心十足,也不是因为事态紧急无暇报告,而是另有原因。 今天我们要揭露的是李卫擅自搜查考场背后的隐秘原因。 雍正对自己登机后的首次科考极为重视。 首先,他刚刚登机,正面临着缺乏可信赖之人的困境,虽然有众多官员,但能与他信心相应可放心使用的甚少。 除了李卫和田文静,几乎没有其他可靠之人。 因此,雍正将目光投向科考,意图选拔出可供其使用的人才。 其次,他登机后进行了一项重要工作,心理各省库房的贪腐现象,结果却保守非议。 科考必须一切顺利,否则,他的皇位面子将受损。 就在考试还未开始时,考题就在酒楼中被泄露。 首位察觉到此事的人,正是雍正亲自指定的副主考李夫。 听闻有人在伯伦楼贩卖公民,李福与查识真相,便独自前往伯伦楼闲引。 不久,考题泄露者现身,李福斥资七十两银子购得所谓的考题。 一接到考题,李福立即迅速前往老三印旨的府邸。 为何李福首选招老三呢? 一方面,这是太重要,他需要与可信赖的人商议对策。 另一方面,也是为了自保,要知道,若考题真的泄露,作为辅主考,他必定会受到怀疑。 若找不到泄密者,他用钱购得的考题可能会成为他的罪证。 届时,无论如何解释也难脱干系。 在这种情况下,他向老三透露了这事,这不仅是提前确保自己有证人,还间接将老三牢牢绑住。 如此一来,若实情败露,有一位亲王能替他顶纲,帮他推卸责任。 对于李福带来的考题,老三态度坚定,决定暂时保持不动。 你别看这考题,你别看,我也不看。 皇上刚登基,就面临两大问题。 首先,整顿各省库房的赤子,此事一开始就搞砸了,皇上正为此头疼。 其此,恩科考试尚未启动,你却拿着这不明来源的考题上奏,无疑是火上加油。 听我劝,当作无事发生,好好准备你的副主考任务就行了。 李福此行的目的,本来就是为自己找个考山,再找个证人推卸责任。 他并未真正打算立即向雍正报告。 听完老三的话后,他表示同意,然后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 王爷说得有理,但若这考题真的是今年科举考试的题目呢? 老三对这一假设表示怀疑。 他觉得,如果考题真的泄露了,怎么可能会在酒楼这样公开的出售呢? 很可能有人借此机会编造虚假信息来欺骗考生赚钱。 既然情况可能是起人忧天,那么就不需要为此负责任。 因此,老三坚定地表示,如果真的如此,那么到时候就只能立即向朝廷报告了。 在正式考试当天,李福惊讶地发现,自己购买的考题和雍正交给他们的考题完全一致。 他立即向主考张廷路说明了这一情况,并建议立即停止考试。 张廷路心存鬼胎,肯定不会接受李福的建议,坚持继续考试。 他们争执不下,后来张廷路以正式主考的身份压制李福。 由于张廷路官位高,李福无法对抗,只好离开考场去寻求帮助。 而那位所谓的救兵显然就是他之前通报的老三。 老三看到李福突然造访,明白情况已经暴露。 他们一见面,李福立刻提及主要问题,王爷,情况不妙,那三道考题居然完全相同。 事已至此,李福已经没有退路,如果找不到证据,恢复官职可能无望,甚至可能被指控扰乱科举秩序。 李福说完后,老三一向遵循少事不如多事的原则,直觉很头疼。 李福虽然是熟人,但老三不能眼睁睁看着李福被抛弃不管。 况且,他也了解这个局势,如果事情搞大了,他可能也会受牵连,因为明知情况却不报告也是有过错的。 尽管老三手上没有权力,但他突然有了一个灵感,想到了李卫这个人。 老三让李福去找李卫,可李福对李卫一无所知。 李福文言,脸上立刻显露出不以为然和怀疑的表情。 李福是个清流名士,他对没有文化的李卫深感鄙视。 老三明白李福的态度,直截了当地说道,别再摆你的名门之风了,只有他才能解决这件事得到皇上的认可。 为什么只有李卫能处理这件事呢?原因很简单,首先,李卫是个局外人,与此事毫无关联,如果他介入,雍正不会怀疑他有其他目的。 其次,李卫是雍正的亲信,在他眼中只有雍正一人。 其他人不敢说的话,不敢得罪的人,李卫却敢说敢得罪。 第三,除了李卫,其他人既不愿意,也不敢涉足这浑水。 老三提出建议后,李福便前往李卫所在之处。 李卫听懂了李福的目的后,一边挠着耳朵,一边指出了李福计划中的疏漏。 有人在伯伦楼卖考题,并不一定意味着伯伦楼与此有关,这是第一点。 另外,现在考试已经开始,那些考题还留着卖给谁呢? 难道留着给官府当把柄吗? 因此,即使去伯伦楼搜查,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 要找证据的话,只有一个地方。 李卫挠耳朵这个动作,不是真的在挠, 而是为了挑战李福的权威,他尊重学者。 但李福显然没有尊重他,才在他手下的人面前讽刺他不识字,还写奏者。 如果李卫对李福过于尊重,一致共为他,李福会更看不起他。 被李福轻视,不仅是李卫个人的尴尬,还有他所代表的雍正的连绵。 李福上门时,本来是想死马当活马医,但李卫立即指出了问题和关键之处,迫使李福重新评估李卫。 李卫接着说,有人出售考题就会有人购买。 购买的目的是什么呢? 肯定是为了提前准备好,然后在考场内抄袭,只有在考场上才能找到证据。 李卫分析后,李福的态度完全改变了,真是惭愧,真是惭愧。 李卫看到效果已经达到,毫不拖延,立即召集亲兵,与李福一同赶往考场。 李卫果断介入,彻底揭露了考场舞弊和泄露考题的问题。 雍正得知考题泄露后,怒不可遏,为确保正常进行恩科考试,雍正任命李福为主考官,重新出题并进行考试。 为何李卫敢不经过请示,直接包围考场呢? 据张廷路所言,擅闯考场是死罪,考题泄露一旦曝光,将成为雍正继位后的耻辱。 难道李卫不担心雍正责备他的单方面行动吗? 或许有人会说,事情发生得太突然。 如果李卫先禀报在行动,等考试结束就找不到证据了。 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,李卫可以派人封锁考场出口,确保现场不被打扰,让考生留在里面等待,并同时向雍正报告此事,等待雍正的指示。 这样既能确保证据被保留,又能避免单方面行动的嫌疑是最为谨慎的做法。 考虑到李卫的聪明才智,他肯定已经想到了这一点。 综上所述,李卫之所以没有及时向雍正回报,并非因为没有时间,而是故意在行动后再向雍正回报。 至于原因,李卫并非因为自己是雍正的亲信而肆意妄为,这与他的性格和人品不符。 值得一提的是,当李卫在推行新政遇到困难时,在采取极端措施之前,他甚至会提前致喊向雍正请示。 这足以表明,李卫不是那种依仗特权而傲慢,擅自行事的人。 他此次的先斩后奏举动,纯粹是出于对皇义的理解,这展示了李卫的智慧。 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,一旦向上级报告,就相当于把难题交给了雍正,当李福找到李卫时,肯定会告诉他张廷路的反常之处。 这样一来,李卫就会意识到张廷路很可能存在问题,张廷路受到老八和老十三的支持,而且他是张廷玉的兄弟。 这意味着,如果李卫先向雍正汇报事情,相当于把困境推给了雍正,雍正会下令彻查此事,让张廷玉,老八等人感到难堪。 老八可能不会在意,但雍正必须考虑张廷玉的感受,毕竟需要他的支持。 如果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,雍正下令彻查由张廷路主持的考场,张廷玉可能会感到不被信任,甚至产生芥蒂,即使最终真相大白,也难以保证君臣之间不会留下疙瘩。 难道可以就此置之不理吗? 事态已经演变至此,必须给全国考生一个交代。 在这种情况下,李卫的先斩后奏显现出了优势。 如果从下方引爆这一事件,雍正就无需直免上述困境,只需公正处理即可。 李卫采取了先行后告的策略,初看似乎使雍正处于被动地位,但实则将主动权交还给雍正, 同时避免了雍正被贴上坏人标签。 李卫深知雍正的性格,了解他会彻查此事,绝不会掩盖丑闻。 正是基于这一认知,李卫才能判断,一旦向雍正汇报此事,雍正可能会面临困境。 在某种程度上,李卫的行为类似于张婷玉当年焚毁奏折的举动,在职场上,报告一切是个良好的习惯,可减少错误发生的机会。 然而,对于某些高手而言,没有绝对之事,应根据不同时机和情况来做决定,随机应变,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才是上则。 另外,谈及这一事件,李卫竟然获得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处,因为李卫文化水平不高,因而许多人对他蔑视有加,然而,正值他即将出任江苏巡抚,负责推行新政之计。 尽管李卫是雍正的亲信,一般人不敢与他正面对抗,但被地理却可能暗中阻挠,他也不能一味依赖雍正出面解决问题。 在擅自包围搜查考场的行动中,李卫可谓一举成名,他竟然在未经征得圣意的情况下展开行动,却未受到任何惩罚,这无疑显示了雍正对他的信任。 这一举动进一步有利于李卫之后在官场的发展和推行行政,因此,李卫的举动间接地树立了自己的身亡,通过实际行动向众人展示,尽管他虚谋生计,却绝非软弱可期。